唐朝年轻 陕西有个村庄 村民世代以打猎捕鱼为生 观世音菩萨与杜华他们 化身为一个美丽的姑娘来到市集 卖鱼喽 早上刚打的鱼 野味 新鲜的野味啊 姑娘来到热闹的集市 在一个鱼滩前停了下来 老板 这些鱼我都买了 一连三天 姑娘都将买来的鱼拿到河边去放生 这天 镇上一位叫马郎的少年正在买鱼 遇见了街坊传言买鱼放生的美丽姑娘 我看姑娘不是本地人 为何买了鱼不吃 要放到河里呢 姑娘鸣嘴一笑说道 我已到了婚配的年龄 想找位称心如意的郎君 只是求婚的人太多 不知如何选择 便来此地买鱼放生积德 祈求天赐良缘 结为夫妻 诸位的人听到姑娘这话 纷纷围上前来 姑娘 第一道 谁能把这里所有的鱼买了 放生到河里就算完成 很多人搭起了退堂库 只有十多个人争先恐后地跑去买鱼 姑娘满意地看着那十个人继续说 第二道题 谁能把这里还活着的猎物 全部买了放回山中就算完成 又有不少人退缩 马郎向众人深深鞠躬 哪位好心人借我二十两银子 必当尽早奉还 马郎 刚才那几个都是家境殷实的 你家中清贫 我看就算了吧 请大家借我些银子吧 我说话算话 定在十日内奉还 众人见马郎神色坚定 便被多劝 有人掏出银子递给马郎 哎呀真是自不量力 晕了头了他 很快他便凑了二十两 朝远处跑去 马郎放声回来 买鱼姑娘看着他们 你们都过关了 但我只能嫁给其中一人 他从怀中掏出一本经书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若有人能在一晚上 背会这一本经书 我就嫁给他 明日一早 我在这里等你们 当晚马郎彻夜不眠 苦读经书 第二天早上 昨天过关的五人 只来了三人 其中一个吞吞吐吐 一个只背了两页 只有马郎一人 流畅完整的背诵了 整部经书 福聚海无量 事故应顶礼 买鱼姑娘看着马郎 满意点头 答应了她的求婚 成亲当天 新娘对马郎说 我今日身体不适 就在房中歇着 你去招呼客人吧 傍晚 马郎在院中招待客人结束 回到新房一看 发现刚过门的娘子 躺在床上 马郎走到床前 清换许久 却没有反应 才发现 没了气息 第二日 一身素衣的马郎 跪在心父母前 几名乡亲走上前 拿出铁锹 准备挖土下葬 忽然 一道金光 从棺材内射出 观世音菩萨 显化在空中 众人放下手中的东西 跪地惊呼 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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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看着大家 神色庄重 而等杀孽太重 许念佛行善 护身放生 方可消夜得福 马郎 你心地善良 更当以身为先 带领大家 善思因果 免惰 轮回苦海 马郎 连忙磕头 谨记观世音菩萨教会 马郎 定遵法旨 众人闻之 纷纷跪拜 感谢 当世 为观世音菩萨 变化化 菩萨言拔 飞空而去 自此之后 这里的人们 不再猎杀为补 他们在此地 修建观音庙 每日前程供奉 把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写成书 到处流传 当地人 施速念经 放生戒杀 这次 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 马郎 复观音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quando im复상을う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